不懂时尚!邓紫棋不穿裤,摇晨裤外穿,蔡依林钉了一个卫生巾! 不懂时尚!邓紫棋不穿裤,摇晨裤外穿,蔡依林钉了一个卫生巾! 明星的穿戴代表着时尚潮流,平常就有人靠衣裳马靠安的说法。 在鱼儿圈如果你穿得足够漂亮,一定会抢占热搜,这是公关团队还几十万也买不了宣传效果。 所以有的明星就以奇特的服装拨眼球。 邓紫棋被称为皮裤女王,一双大腿确实不适合皮裤,好不容易不穿皮裤了,又整了一出内裤外穿的服装。 圣!这还有更离谱的服装,就是那次歌唱比赛抢占热搜那次。 优雅的外衣下,大腿部直接分叉到腰间,这是没穿内裤的节奏啊。 既邓紫棋之后,姚晨也来玩时尚,姚晨本来就是接地气的。 玩起时尚来就有点牵强了,还偏偏选中一款内裤外穿的服装,这是在扮演超人拯救地球吗? 白百合在宣传捉妖技二期间,穿了一件大胆风飘裙,微风一吹,裙子是紧紧贴猪肉。 一不小心就看清了,在一纸馋之后,白百合是越来越放开了。 蔡依林小鸟依人的感觉确实令人怜爱,要是穿上大件服装就显得不协调。 看看这件衣服好像一块塑造布,请问你是用来挡雨的吗? 蔡依林穿衣服真是奇葩,可以说是男版陈志鹏了,这一件服装就像一个大大的卫生巾。 王若丹的大长腿格外引人注目,不过这衣服高得给断了一条胳膊,像一个病号一样。 瞬间想起了武侠电影中男主角受伤的情景。